今天想跟大家推介兩組公路車輪組 這兩組輪組我都自己親身測試過 但他們價錢相差很遠 但他們也是絕對值得擁有的產品 首先講一下這對大約港幣7500的Super Team Ultra 2023輪組 但我也想顧及買一些不想花那麼多的新手的入門玩家 所以我也想介紹這對大約港幣750的Cruiser RS 1400 有些人會覺得我這樣拍片會不會令到我們的合作夥伴 Super Team車輪廠那邊有些人不高興呢 其實就不會的,因為始終是有些人真的買不起 或者是真的不想花那麼多錢 我覺得踩單車都是求開心的,百貨應百客 十分之一的價錢是不是十分之一的表現呢 我們一齊來看看 我們現在用同一組28毫米闊的車輪 相同的氣壓去測試 我用的氣壓是偏軟的氣壓 後80前75 先介紹Super Team廠研發了兩年的 All Carbon Ultra 2023 我用的是框煞Rain Brake的版本 重量是1440克 包括胎墊,如果不包胎墊的話就13900克 並不是最輕的50毫米框高的輪組 但是這個重量絕對對得到這個價格 比起大品牌的同類型產品是便宜了大約3000元 我認為花股和福條的質量是最重要的 對性能很大影響 我也很相信他們的品質 我們先說福條 很多車友忽略了福條的重要性 我以為是有的,但其實它的質量是很影響的 當你拉動鏈條的時候 鏈條拉動飛輪 飛輪就拉動花股 花股就拉動腹條 腹條然後才拉動輪框 我們腹條的頭 用了7075的鋁合金 有很高的抗拉扯能力 腹條帽是半隱藏式的 調整腹條的時候 你需要拿開一個胎墊 在後面調整 但還是建議留給專業的技師進行 腹條就是自家生產的 扁平加闊型的破風型碳纖維腹條 它是交叉住的 但它沒有接觸到 那就確保安全了 用了三個月之後 它的張力仍然保持得很好 腹條的數目 後輪的右邊 Drive side 就有14條 左邊 Non drive side 就有7條 又多左小的2比1的比例 可以使拉動鏈條的時候 令到右邊的剛性提高 和右邊的腹條的張力 亦都保持得比較好 前輪就相反了 左邊14條 右邊就7條 令到整部車的橫向剛性提高 輪框闊度方面 框煞Rimbrake的版本 外面的闊度是25毫米 裡面是18毫米 建議使用的車輪 就不要超過32毫米闊 碟煞的版本 外面是28毫米 裡面是21毫米 可以安裝一些比較粗的車輪 Grafel 車就比較適合用了 花鼓為了安全起見 廠方都是堅持用7075的禮合金 啤鈴是用了密封式的陶瓷啤鈴 框煞版本的花鼓 有六個爪 六十個響數轉一圈 有六個起動點 碟煞版本用家應該會更加高興 因為CX32的花鼓是全擊輪的設計 有三十六個起動點 平路和下坡有更加的傳動 輪框用了破風的波浪設計 上面有些沙魚尾的紋 據稱是有破風的功能 減低風阻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雞腳 休閒的用家 我們騎碎不騎快 好看就可以了 破不破風呢我們都感覺不到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波浪的設計 因為它又不是很誇張 軟體是圓形的 近看也看到波浪會突出 我覺得是比其他品牌的波浪圈更加好看 框煞煞版本的花鼓的聲音是這樣的 是比較靜的 碟煞版本因為有激良的設計 聲音是會比較靜一點 Noppo 自然電話那邊的同事 它有一個 將來有機會再補合給你聽 好我們現在實際 騎乘上路出街踩單車 這對Super Team Ultra的輪組 當然是爽 硬度是很充足 反應靈敏 起步加速快 轉彎擺動的時候 側向的光線也是很高 過彎的時候就順滑穩妥 想爆一轉加速的衝刺力也是非常充足 至於爬波方面我用的是框煞版本 已經是非常之不錯 碟煞版本是更加容易發力的 我之前試過一下 我現在都測試了綠組的炭纖維輪組 因為用了這個 扁平寬大的碳纖維輪調 這輪組是我使用過減震效果最強的輪組 路面不停的時候 真的很舒服 至於安全方面 人們聽到碳纖維輪調會很害怕 怕它蹲一蹲就會爛 我做了這個放棄落樓梯的測試 詳情去看描述區和留言區的影片的連結 現在輪到介紹KUSA牌的RS1400的輪組 重量是1480克 包含泰戰 只是比Superdeam的Ultra重40克 我覺得700多元有這個重量 簡直是窮L的因物 基層救星呀 複條是用了順帶HT半扁的鋼複條 複條帽是協達牌Pillar的鋁合金 複條數目 後輪的右邊DRIVE SIDE 16條 左邊NON DRIVE SIDE 8條 前輪就左右各8條 輪框的闊度 方面就是外面22 裏面17 單車的花鼓就是鋁合金 密封式的鋼啤鈴 4爪 60個響數 只有4個啟動點 花鼓的聲音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現在實際出街踩單車 起步都是靈敏的 當然不及Superdeam 整體的側向光線都是不錯的 但都是那句 一分前一分貨 過彎的時候 它的光線我都是滿意的 沒有一個鬆飄飄的感覺 爬波表面都是不錯的 淘寶網店都強調了它的爬波性能 但是有用的當然 鋁合金的輪組 通常在露面不平的情況下 它的震動是比較多 也都比較抖 整體來說我覺得 KUSA RS 1400 有Superdeam Ultra 六成半到七成的表現 八成太誇張了 絕對是令人驚喜的一個價格 和一個輪組 KUSA這個品牌 還有RS 1500 單車花鼓會多兩個爪 平地爆發 比較有優勢 但是輪組是比較重的 1620g 價錢也是比較貴 但是日後有機會再測試 碟殺機用的可以考慮KUSA CX 1800 六百多元就買到了 單車花鼓都有六個爪 Superdeam輪組可以去他們官網買 直送家中 亦都可以去KRIS的網碟買 KRISCYCLE的網碟會提供安裝服務 還有Bpower 屯門的GoGoBike 和Lohusbike都有賣 還有什麼地方有賣可以在留言區補充一下 至於KRISCYCLE的輪組可以在留言區的淘寶連結購買 碟殺的用家記得分辨清楚是綠釘還是中鎖的碟片 以及分清楚是快刷和桶族 以上介紹的兩對輪組 這是我跟車回來的一對輪組 比較重的一對輪組 2.15公斤 只有兩個爪 我已經不想再用了 但是它減肥的一流 因為非常拖腳 非常重 大概需要多4到5成的力 才可以踏動它 爬山就更加浪費力了 通常我都會避開高山 近期有部車有多暢銷的 就是這部14吋的迷你小國布 小房布 現在離貨翻多了幾個顏色 有興趣可以自行聯絡 黃金丹車來帶的店長 店長安裝貨架後 可以大大加高手把 還有其他的改裝升級分享 這次就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twelve 十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